欢迎来到月亮说,自从2016年的《微微一笑很倾城》,2019年的《亲爱的热爱的》,2021年的《你是我的荣耀》,如今终于又派来一部真正的王炸集爆款甜宠剧了。 在古装剧的热潮退去后,随着龚俊与钟楚希的《我要逆风去》,罗云熙与张若南的《治愈系恋人》相继播出,重新为甜宠剧掀起一阵新浪潮。 以下时网友投票接下来最期待的重磅甜宠剧TOP10,杨子与谭剑刺各持两步上榜。 其中一部绝对大爆,你比《星光美丽》七代值只排第七,以《爱为营》排在第二,究竟哪一部将会成为甜宠剧的新标杆呢?一起来看看吧! 接下来最期待的甜宠新剧TOP10,张婉逸,孙怡主演的《我知道我爱你》。 张婉逸的甜宠剧也评票数上了榜单第十,一部重磅古装剧《长相思的爆火》,让张婉逸也瞬间走红了起来。 他那精湛的演技也让大家对他的后续作品有了期待。 这部《我知道我爱你》其实是张婉逸在《长相思之前》拍摄的,他改编自深受欢迎的韩剧《春夜》,也算是当下比较火的双向就熟的设定,就看张婉逸和张怡的CP感怎么样了。 不过这次的男主与韩版里的单亲爸爸人设有所不同,路板会做一定的修改。 《我知道我爱你》主要讲述了许诺和赵晋两个大龄青年遭受了父母的逼婚,朋友的误会和父母的阻拦,让他们的爱情面临种种坎坷,赵晋对许诺无微不至的关怀,让许诺感受到了长久未曾体会的温馨。 他将这份爱融入了花艺创作中,成为一名知名花艺师,而许诺的出现也渐渐抚平了赵晋多年的情商。 最终两人携手克服了所有难关,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 接下来最期待的甜宠新剧《Top9》,李线,周宇彤主演的《春色寄情人》。 该剧的票数排到了第九名,李线与周宇彤这一对的颜值绝对没话说。 两人将上演一场关于爱和现实的极限拉扯戏码,并以一种轻松幽默的方式展现出两人相遇相知相爱的过程,主要让网友们感受到生活中的一些温暖和甜蜜。 而且,该剧新颖的点在于,让大家了解如殡葬行业的偏见和误解,残障人士的自卑和挣扎等等,并给出积极乐观的解决办法和态度。 李线饰演的就是一位改邪归正的入恋师,而周宇彤则扮演一个身有残疾但乐天之命的事业型女主。 其实,该剧和李线去有风的地方风格有点相似,同样是城市打工人回乡的治愈剧,而李线和周宇彤都是观众员非常好的演员,口碑演技也一直令人放心。 这部《春色寄情人》主要讲述了陈麦东是一名遗体整容师,他年少时性格桀骜,遭遇生活变故后选择了这个冷门而孤独的职业,庄杰是一名医疗销售,他因车祸致残,为了追逐更好的自己,孤身在外打拼,成为了大城市之中的职场精英。 这两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不完美和伤痛,然而等到他们回到家乡后渐渐地擦出了火花,在不断拉扯中逐渐互相理解与尊重,用爱来治愈彼此的不完美。 接下来最期待的甜宠新剧《Top8》《01》刘浩存主演的脱轨。 脱轨自开拍至日起,便凭借其充满氛围感的路透照,多次上了热议话题,不得不说。 剧中林依的长腿造型,无论是西装还是大衣,都挺有吸引力的。 与刘浩存的搭档也是看上去颇为匹配,就看挑战双重身份的刘浩存,能不能和林依擦出强烈的火花了。 这部《Top8》是一个创新的故事设定,主要讲述了原本是附加千金的江小姐,意外穿越成为了一名普通打工妹, 变得一无所有,然而在她一步步的进阶中,有一位神秘人一直在帮助她,随后女主得知,穿越不过是参加灯塔实验的后遗症罢了。 后来,女主和神秘人通过重重考验,认定彼此是一生所爱,最终携手度过了余生。 其实,该剧不仅为观众呈现了一个跨越时空的爱情故事,还融入了悬疑元素,为传统穿越剧增添了一丝新鲜,还是有点小期待的。 接下来最期待的甜宠新剧《Top7》,谭松韵,许凯主演的《你比星光美丽》。 《你比星光美丽》的票数来到了第七名,其实该剧原本是存在争议的。 本来谭松韵的望夫体制或许能让徐凯真正大爆起来,没想到两人拍摄《你比星光美丽》前, 就因为双方粉丝不满,范围争吵不停,还爆出谭松韵不满跟他平翻,因此这部戏原本也是备受争议的。 但奈何如今该剧的热度又上来了? 最终谭松韵也排在了徐凯之前,希望到时候能够无争议地开播,别被别有用心的人糟蹋了。 这部《你比星光美丽》改编自九月西小说《你如北京美丽》,主要讲述了谭松韵饰演的技术型人才继星,为梦想走上创业之路。 在星辰创业之初岌岌可危之际,意外赢得了徐凯饰演的东洋科技总裁韩婷的支持。 初创公司星辰也不上正轨,就这样两人也从一师一友的商业伙伴,转变成了相互吸引的灵魂伴侣,但随着公司出现了困难,两人的感情也陷入危机。 最后在大家的鼓励下,季星重拾了信心,顶着重重压力,带领公司脱离了困境。 接下来最期待的甜宠新剧《Top6》,谭剑刺,王楚然主演的《爱情有烟火》。 谭剑刺平常相思的爆火,以至于他的这部甜宠剧热度也跟了上来。 虽然没有很想很想你的期待票数高,但从《目前爱情有烟火》释出的剧照和预告片来看,两人同框不会违和。 而且,CP感看着也还不错,剧中不仅有着精彩的故事情节和幽默的台词,谭剑刺也披着酷帅又有点小傲娇的现代装形象,与男主李一飞的人设还是挺适配的。 而王楚然前期是个圣母心泛滥的职场小菜鸟,后期锐变为职场精英。 这种由丑小鸭到白天鹅的转变,也是很考验王楚然的演技啊。 《爱情有烟火》主要讲述了谭剑刺饰演的投行精英李一飞,因投资失败而从贵公子沦落至与人合租的境地。 然而也恰好遇上了面临失恋失业双重打击的互飘射出前飞,为了减轻房贷压力。 前飞决定招租,却意外与李一飞结缘,两个生活轨迹截然不同的人,因为命运的安排而走到了一起。 他们一起经历了生活的酸甜苦辣,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与幸福。 接下来最期待的甜宠新剧,Top5,杨子,徐凯主演的成欢记。 杨子的接下来的两部甜宠剧热度都很高,而这部成欢记的票数比要久久爱落后一些。 对于杨子搭档徐凯,其实徐凯近两年的剧可以说没有一部是非常热门的。 全部加起来也没有杨子的一部长相思热度高,但这一次两人将上演一部甜到出之的亲密戏,从目前爆出的物料来看。 这两人的CP感真是爆棚呀。 许多网友表示,这样的甜蜜画面让人心动不已。 更加期待该剧的播出,也期待徐凯这次要火一把了。 成欢记是根据一书的同名小说改编,主要讲述的是,出身上海普通家庭的95后女孩麦成欢,在母亲的催促下,她无奈与男友的家人见面,并商量婚期。 但在这过程中,因为母亲过于插手,直接导致了麦成欢和男友分手。 随后,麦成欢将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事业上,从而得到了继组母的认可,并将自己最看重的酒店经营托付给了她。 在接管酒店生意的过程中,麦成欢遇到了职业经理人姚志明,通过不断的合作和相处,他们慢慢地靠近彼此。 最终两人携手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成长之路。 接下来最期待的甜宠新剧《Top4》,谭剑刺,周也主演的《很想很想你》。 一个一听命中的故事。 我好了,乔老师。 日食不过三餐,我们用美食延续生活的情话。 不得不夸赞下周也,如今他可是拥有能够独自抗拒的能力了。 一部未有暗箱来,让他成功地站稳了脚跟,加上被杨子带起来的谭剑刺。 这两人一起演绎莫保非保的小说改编剧,无意开播即火爆,但高开高走还是高开低走,就要看剧情内容和演员的表现了。 值得一提的是,谭剑刺和周也在剧里有很多高田吻戏哦,小编目测。 他们两人的CP感一定会火花四溅,到时候大家一起磕哦。 《很想很想你》主要讲述了热爱音乐的大四学生故声。 梦想能与配音圈大神莫青城合作,在某次的机缘巧合下,两人以声音偶遇。 莫青城给他念了一段食谱,挑动了顾生心弦。 接着两人又在现实生活中偶遇。 三分之一的美食,三分之一的古风歌,再加上三分之一的缘分,才构成了两人的爱情。 接下来最期待的甜宠新剧,Top3,吴磊,赵金脉主演的《在暴雪时分》。 第一次见到你,就想认识你,真心想要的东西。 更没有非要在一起的人,直到在暴雪时分。 想不到吴磊的流量依旧如此高呀。 他的这部甜宠剧,在暴雪时分拿下了期待票数的第三名。 该剧和很想很想你一样,都改编自莫饱非饱的小说。 而且,吴磊和赵金脉都是观众心中颜值高,演技稳,口碑与路人员都非常好的演员。 光看阵容就让人有期待感。 至于这两人有没有CP感,吴磊会在剧中多次强势壁东赵金脉哦,敬请期待吧。 在暴雪时分主要讲述了吴磊饰演的职业斯莫克选手林一阳,与当红酒球选手英国。 两人相遇在一场十年难得一遇的暴雪之夜,一眼万年。 林一阳开始有意无意地制造与英国接触的机会,这两人在英国表弟的助攻之下慢慢熟识。 然而也是因为英国的出现,是林一阳生命中一束温暖的光。 从此,她的人生轨迹再次发生转变。 接下来最期待的甜宠新剧,Top2,白露,王鹤蒂主演的《以爱为营》。 《以爱为营》的票数是真的高呀,只是稍讯于冠军一点点。 像这种财经记者练上什么霸道总裁的戏码,怎么看都不够呀。 尤其这次是白露和王鹤蒂的搭配。 颜值上绝对没话说,两人的CP感,光是想想就觉得很甜蜜呢。 该剧也是从定觉到开拍就话题不断,都有爆款代表作的两人。 开播后热度绝对是当期的第一名,目前呢也是正在等待上新播出哦,一起期待吧。 《以爱为营》的剧情就不多介绍了,总之是一个女主聊错人,聊到霸道总裁的故事。 等待他们之间的化学反应吧,希望给大家带来精彩的演绎。 接下来最期待的甜宠新剧《Top 1》,杨子,范诚诚主演的《要久久爱》。 冠军就是杨子的《这不要久久爱》了,如今的杨子真的可以说是横扫一切。 《绝对的高人气》和流量号召力,一经开播,必定也是盘踞各大热度榜上。 他今年的一部长相思,网播量已经坐稳2023年榜的第二名,猜猜第一名是哪部剧呢? 这次的《要久久爱》是怀旧青春情感剧,风格应该会有点类似于韩剧《请回答1988》那样。 杨子饰演的黄影子是个热情活泼,有点中二的女孩,她不漂亮,也不聪明。 还时不时地冒点傻气,她既学不了奥数,也搞不定物理,甚至被英文单词也有些困难。 大大咧咧的性格与杨子的形象设计,与剧情的角色展现出极高的适配度。 小编非常期待她在正片里的表现,她的剧总让人有期待感。 加上男主范诚诚的演技也很棒,配上金世佳等实力派演员,无疑是爆款预定了。 《要久久爱》这部剧改编自英十六的小说《17岁你喜欢谁》,以90年代为背景。 主要讲述了在北方航天家属院里,七个独生子女结拜成北斗七星,他们相互帮助。 但经过岁月变迁相继走散,等到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过去,他们面对着工作带来的心酸,却也逐渐找寻到真正的自我。 好了小伙伴们,以上网友们期待值最高的十不甜宠剧,过不久就开播了。 小编最期待以爱为盈,还有杨子和谭剑刺的剧,你呢?看看评论区大家的最爱。